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提升的标志是从生吃到熟食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学会怎么掌控火 可以说人类饮食时 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就是人工火的使用和保存 自然火往往让史前人类非常惧怕 但当他们意外发现被自然火烧过的动植物 味道和口感都更好 也更容易消化 而且在火旁待着可以取暖保暖 用火甚至可以吓跑野兽之后 火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就变得越发高大 人们开始努力尝试怎么得到 并保存这种神奇的温暖的物质 钻木取火是史前的一个超级发明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摩擦生热的原理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敲击碎石得到火种 碎石俗称火石 是一种含硅量很高的岩石 主要成分是石英也就是二氧化硅 质地细密坚硬 敲击以后会留下贝壳状的断口 适合做成石器 史前的人们就是在做石器的过程中 因为敲击这些碎石产生了火花 再学着用木材树叶等毅燃的东西保留住这些火源 这样一来自然火就变成了人工火 就可以被人类使用了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个碎人士 传说是今天河南商丘地区远古时代一个富系氏族的领袖 他看到啄木鸟一直一直啄树枝之后 竟然啄出了火 于是受到感悟发明了人工火 从此改变了人们如毛饮血的生活 科学的考古发现同样也表明 在距今70到100万年前就有人工用火的痕迹 比如在东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发现过曾被加热到400度的红色黏土 和在像炉子一样的凹陷中残留的碳渣 南非的斯瓦特克朗斯 有被烧焦的人为刻过的骨头和燃烧后的沉积物 中国的云南原谋遗址 山西西渡侯遗址 北京元人遗址 也发现和人类共存的哺乳洞残骨上 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火的真正广泛使用是在大约距今12万年前 它大大改变了史前人类的饮食结构和习惯 用火之前人们只能生吃各种肉 至于怎么吃 可别指望会像现在吃日本料理生鱼片这么精致讲究 虽然考古发现无法复原当时人们吃生肉的具体方法 也没有文字记载 但从民间传说和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尚未开化的 屠住部落的饮食习惯上也能大概了解一二 比如南方的井坡族 鹿族 鹿族 毒龙族等等 就把捕猎到的动物直接手撕成碎片后吃干抹净 拉护族现在过节时还会把生肉剁碎 拌上盐或者辣椒招待客人 美其名曰团结饭 西南的动族人至今还喜欢吃各种生肉 比如他们有种红肉 就是用熟了的瘦猪肉拌上生猪鞋 鱼生就是把生鱼切片后泡在醋里或者蘸辣椒吃 草雪是把刚杀完的猪心脏附近淤积的血块 直接取出来吃 还有一种更恐怖的牛辫汁 是把牛味和牛小肠里的粪辫过滤成一种调料 辣眼睛程度不可细想 现在江浙菜里流行的醉虾醉蟹 也是直接把活的虾蟹泡到黄酒里趁活吃 现在看来也算得上是上古史前餐饮 史前能吃的植物选择比较有限 一些野生植物是不能直接放进嘴里拒绝的 比如含大量粗纤维和淀粉的植物精液枝干 人们只能吃含简单糖和碳水化合物的植物种子 花朵和多肉水果 百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上的磨损痕迹和附着物 标明了当时的主要食物是各种肉类和脆根蔬菜 而用火烹饪过的植物中的淀粉和复合碳水化合物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卡路里 同时还能帮助扩大脑容量 加热也有助于杀死生肉中的细菌和寄生虫 在加热反应中还能使食物产生特殊的香味 饮食结构上的进步让人类更加健康聪明有力 这应该也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超越其他动物的原因之一 但奇怪的是 除了人类之外 几乎其他所有动物都对熟食表现出不适应 千百万年来 大部分动物只适应消化生食 而人类在学会用火后 则对消化熟食产生了依赖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 相对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 人类也渐渐被削弱了消化生食的能力 也算是在消化能力上的一种退化 在人工火出现后 人类最早的烹饪方法是制烤法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烧烤 把食材直接放在火上烤熟 其他比较原始的烹饪方法 还有埋在烧土里弄熟 或者挂在露天加热风干 类似现在烤串 酵花鸡和各种肉干的做法 其他可能用到的工具 还有竹筒 石板 芭蕉叶等等 现在有些地方特色美食 还在用这些原始的烹饪手法 史前农业出现后 为了烹饪更细碎的粮食谷物 人们又发明了石烹法和陶烹法 石烹法就是把食材放在石头 石板上或者石器中 下面点火加热到熟 还有一种方法是先用火加热小石块 再把食物埋进石块中间接弄熟 或者把烧红的石块放进水里 间接煮熟食物 每周中部的土著居民 现在还会把野生巷子放在石板上磨成粉 再撒水调匀 最后烧热石板直接烘烤成饼 我们现在用的石锅和在石子上烤的石头饼 也算是对史前石烹法的继承 糖炒粒子或者炒花生等干货时 铁锅里面会放一些石子 也是沿用了史前石烹法的技术 陶烹法是在陶器发明后 用陶器代替石器做炊机来烹饪 这就涉及到早期制陶叶的发明 我会在下一期视频里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 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差异 各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大不相同 也就逐渐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 咱们现在所谓的南北饮食差异大战 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从烹饪方式上看 南方由于大米比较多 一直以历史为主 干饭、稀饭、粥都算这类米食 北方虽然一度也有吃米的穿透 但从距今7000到5000年前的养勺文化开始 就发明了面食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北方人自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面食 之后的5000多年间 南北之间分分合合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多多少少出现过融合或逆转 但始终没能让这种南北饮食差异得到和解 也算是中华文明中的一大奇观 我们现在常说的 南方人的胃、北方人的胃、甚至身在海外的中国胃都是证据 可见中国人对吃这件事是多么的坚持